今天的天气很冷 所以小庞穿了件外套出任务 然后 这次他要挑战的任务 竟然是做糯米丸子 天才黑猩猩小庞 和拍挡的牛头褚詹姆斯 共同挑战小包手任务 天才黑猩猩小庞 和詹姆斯的小包手大挑战 这次的任务是 做可口的糯米丸子片 小庞要做糯米丸子的地方 就在山上的这间茶屋里 两个小家伙 一下子就抵达目的地了 今天要跟茶屋间用材料和工具 让小庞在这里做糯米丸子 结果 詹姆斯发现了放在店头贩卖的糯米丸子 今天不是来买东西的 小庞在做糯米丸子的时候 赵姆斯得乖乖地在外面等 然后 小庞走到了户外的水龙头旁 对了 做切得之前一定要洗手哦 不过 它会不会开水龙头呢 成功地打开了水龙头 然后 也不忘记你洗洗脚 洗完之后要买上雪龙头 不是 哎呀 小庞你长作变了啦 总算把水龙头给关上了 洗干净之后 也记得要擦干手脚哦 然后 为了不弄脏洗干净的脚 小庞穿上了拖鞋在走 这时候 查雾的老板出来迎接他 其实啊 小庞在这之前 已经和龚泽先生来学过做丸子了 糯米丸子的制作方法是 先把糯米粉和水混合 然后用手不断地揉搓 把面团给揉好之后 再捏成小块做成圆形 一个颗丸子就完成咯 然后把生的糯米丸子 放到热水里煮熟就行了 不过 小庞他可是第一次 一个人独挑大梁呢 真的能够顺利完成糯米丸子吗 尽可能想让小庞 一个人来挑战的龚泽先生 这次和查雾的老板 在一旁守护着小庞 切换衣服 穿上厨房用的围裙 戴上手套 戴上帽子 准备就是了 终于要开始做糯米丸子了 先把糯米粉和水混合 然后用手把面团给揉好 可是 小庞竟然把糯米粉圈都撒了出来 糟糕了 这个时候 只好由老板出面 和小庞一起整理干净 整理好之后再挑战一次 虽然有点粗暴 但总算顺利把糯米粉放到容器里面 就算了 接下来就是要加水了 成功地把水倒入容器里 一滴也没有洒出来 终于要开始揉了 才能干净 放开 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团终于完成了 接下来要把揉好的面团 捏成小块并搓成圆形 就是弄命丸子咯 小胖可以吗 小胖 你没有搓成圆形 形状还是很奇怪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可是 就是没有办法把面团搓成圆形 然后 哎呀 再怎么敲也不会变圆的啦 就在这时候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好点子 公子先生他们一直在一旁默默守护着 小胖手上拿的是做饼干的模型 然后 原来如此啊 因为他错不出圆形 所以想拿做饼干的模型压出形状来 好点子哦 成功做出了新型的糯米丸子 小胖接下来选的模型是 新型的 做出了漂亮的新型 之后他用饼干的模型 做了好多糯米丸子 拿出了许多形状很漂亮的糯米丸子哦 接下来是煮的步骤 首先 要把生的糯米丸子 放到锅子里面去 然后 准备要点火咯 他可能是有史以来 地球上第一只点燃瓦森炉火的黑猩猩 到底小胖 能不能在进化史上名流千古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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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庞 就你选中点炸火了 小庞 你真是太神了 五分钟后 糯米丸子煮熟了 由老板来帮忙换火 等糯米丸子凉了之后 再用网勺捞起来 把全部的糯米丸子都捞起来了 就在这时候 小庞把网勺放回工具架上面 就在这时候 小庞把詹姆斯的绳子给套在门把上 这样子就可以放心咯 最后的步骤是烤糯米丸子 这个部分我们请老板来帮忙 最后再淋上酱汁 让乌宙大功告成咯 这个就是小庞可制的 一手洗糯米丸子 有漂亮的爱心和星星形状 创意满点的糯米丸子哦 这可是小庞费精心思 用心做出来的杰作呢